旧金山交通局今天举行盛大剪彩仪式 庆祝改造后的晚安斯大道正式启用 改造后的晚安斯大道新增了20个等车站 34个行人路灯 63个路员车站等 以提升公交服务质量以及行人安全 该项目进行的同时 还在晚安斯大道上栽种了375棵新树木 晚安斯大道也是旧金山第一个快速公交走廊 横贯Lambert街与Mission街之间 该项目旨在减少该区域的交通阻塞问题 今天的活动还有邀请旧金山交响乐团 在现场表演 多名市府州府官员也有出席并发言